主席部长 您曾经在中央大学担任校长的时候 那时候的蒋伟宁校长是反对大学学费调长的 您是主张动长的人 现在身为教育部长的蒋伟宁 您是赞成还是反对大学学杂费的调长 我想这个要从两个面向来跟这个 谢谢这个立委给我这个机会 我想这个从民国97年开始 其实教育部对于这个学杂费的调长 其实有一个公式的设定 那过去几年当然因为金融海啸各方面的因素 其实是没有涨的 那可是我想我现在作为教育部长 接了这个任务之后 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大学对于提升教学品质 各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这个专案的小组 在两个礼拜之内会跟我针对过去的 整个的分析会提出一个专案的报告 我会终整其实现在社会的舆论各方面的意见 做出一个建议 这个是短期的今年的作为 所以今年不会涨对不对 可是今年今年其实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其实这个专案小组因为还没有跟我做报告 做过报告以后以后 我会终整这个意见以后 会跟院长会去做一个报告以后做处理 可是我想比较关键的是说 我说为什么从两个阶段来看 就是说台湾的时间非常的短 我只是希望你想到您当时是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 那时候的蒋文宁校长多么体恤学生 辛苦那个新生 不要让他们进入大一就开始背负一个贷款 然后不要一生被贷款追 我想这一点请部长把它放在心里面 我会考量 可是是不是让我也讲完好不好 谢谢 我想比较关键的是 我希望看到就是说 未来我们的这个学会的这个政策 要有一个好的政策 不是每一年都为了这个学大会的这个仗 拔合一次了 我想这个努力会在半年之内 会跟大家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报告 那我也有三点提示 整个大学学费的调长 第一个要建立机制 第二个要建立政府的补贴的完整机制 第三个对于私立学校的财务 一定要让它透明化 要涨要涨得有道理 好不好 好完全同意这个 第二点 那么既然我们都说我们没有钱 但是大家最近的一个话题是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教育研究院 会有钱 虽然十万块钱不多 会请方文山去写一个愿歌 歌是好了 方文山也是才子 但是有必要拿十万块钱 请一个人来写愿歌 好 这个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我想一个一个单位 对于这个单位 他提升他的这一个 可能他的士气啊精神 去有一个愿歌 我想这件事情上本身 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觉得他媚书吗 可是现在 你不觉得他媚书吗 就是花了一笔经费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经费的这个使用 我想我愿意来做一个检讨 来做一个事 我想虽然钱不多 但意义非常深远 尤其大学生现在感受到 是学杂费要调涨的压力 但是竟然有人愿意花十万块钱 去请人写歌 虽然方文山是才子 我再三强调 但是这笔钱真的用的不对 好 真的是不只一笔经费 我愿意做一个检讨 真的是媚书 好 谢谢 那刚刚特别提到的是 为什么你在十二分钟之内 没办法讲完十二年国教的问题 因为确实非常非常的复杂 这边有一张照片 是在这个月三月十八号 在台中办的一场 十二年国教的一个说明会 您知道现场涌进多少人吗 现场至少好几百人 我请我们的 您错了 四千个人 而且很多人知道 马总统在三月下旬 要在台湾参与四场 十二年国教说明会 我们只是一个家长会团体 去做说明 就有四千名家长 涌入会场 你知道为什么要涌入会场吗 因为他们对于未来的孩子 前途真的忐忑不安 所以我希望你 要特别提醒马总统 他如果要来参加这四场 座谈会 要有马上办 马上好的决心 跟准备 如果没有 他会捅到马蜂窝 你切记这一点 好 谢谢这个陈委员的提醒 我想我们会 我们会积极的来做准备 也让这个市场的 这个公听会 能够大家及时广益 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谢谢您的提醒 这是第一个焦虑 同一天在台中 也发生一个行刑 台中有一个学校 叫明道中学 您知道吗 我知道有这个学校 也在同一天的时候 他们办了国中部的 学历鉴定跟入学评量 你知道有多少个孩子 报名参加吗 我不晓得 也是几百个吗 好几 三四千位吧 还比你想得多 总共来了五千位 而且除了校本部 考场不够应付之外 还在中张头 另外设了五个考场 甚至一度 造成高速公路的堵车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人 要几四例学校 同样的去年 您曾经服务过的桃园 郑升中学 是朱立伦市长的母校 要招国中部 四百一十八个学生 来了一千零九个学生 报名 其中三分之一是 县长奖 为什么那么多人 要去念私立学校 包括部长 您的孩子 是不是念私立高中 有一个孩子 现在念小学 你准备要他 跟姐姐一样 是要念 私立高中呢 还是要念公立的 我两个小孩 都是儿子 他没有姐姐 不过我想 其实小孩 念书的这件事情 在家里 基本是我太太 做决定的 就是由她来 来做决定 不过当然我想 还是会做一个商量 不过回应 您刚才谈到的 我想这也就是说 十二年国教的 这个推动 未来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慢慢让国内的 其实高中 我们说优质化的 这个发展 能够有所作为 普遍的好的高中 其实在各个地方都有 那这个事情的做到 也让这一个 只有少数的学校 大家都想去挤的 这个事情 必须要一段的时间 来做发展 我当然知道 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好起来 就没有明星高中 也不会造成私立中学 现在一窝蜂的人 想去念 你知道当年 朱立仁跟吴志阳 他的孩子本来都在台北念书 但是当地的民意代表就说 如果你爱桃圆的话 就把你的孩子 签来桃圆念 结果后来他们被迫 也签回来桃圆念 孩子念的也不错 如果今天我也要求你说 为了证明公立学校不错 让你孩子 不要选择私立学校 大概你太太会跟你讲 你部长不要做了 你还是回家好了 我的孩子最重要 我现在讲这个事情 虽然听起来是一个笑话 但它代表一个意义 就是孩子的教育失败了 不可能重新来过 有一个志者跟我讲过 他说人什么时候会盲目 恋爱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聪明 而且变得更精明 就是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的时候 他会很聪明 而且很精明 所以我刚才讲 为什么有四千个家长 涌入台中礼堂 要了解十二年国教下一步 为什么有五千名的孩子 参加明道中学的会考 为什么 因为孩子教育失败了 没办法重新来过 这个代表了一个 什么样的危险的讯号 我不敢讲说 他们用行动 把我们十二年国教打插 但最起码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您知道吗 对 所以我想确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次要推动这整个事情 整个的所有相关的规划要做好 我说要让这个家长安心 我想这件事情是持续一定要完成的 所以我们也会全国的去做公厅会 当然事实上也透过宣导 这个其实是有二十九个方案 这些所有相关的方案 从优质化的高中 从私信的辅导 各个面向我想要全面的来做 非常关键的也就是回到一个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家长 会愿意让他的小孩 就在他附近的学校去就读 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部长 现在真的家长非常非常焦虑 甚至老师都非常焦虑 我为了今天能够说 部长会来这边报告 我就在我的部落格 po上说欢迎大家给我意见 你知道吗 几乎塞报 不仅是家长 老师都对未来很多的迷惘 比如老师会面对 很多的家长的质疑 到底今天我的孩子何去何从 如果今天这个学校 不是明星学校 就没有所谓超额比序的问题 但现在所有家长会问的 都是因为有超额比序 您刚刚讲的很好 说我们孩子一定有高中职可以念 问题是他能不能念入 他想念的高中职才是关键 所以部长 那个过程当中 真的很担心一失足成千古恨 您说他第一阶段 对免师入学 他觉得这个学校 我不觉得我很想念 我去参加特色高中 但是万一我失败了 我想回头去我原来想去的那学校 我又回不去了 孩子就这么一个徘徊当中 家长的焦虑 就担心说 我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回首就百年生的时候 这孩子教育怎么办 你知道吗 这个担心存在很久 对 我想其实应该这样看 就是说其实这是两个管道了 我们希望其实未来逐年 免师入学 我们从103年开始75% 至少从学区的概念来看 我们也希望逐年 达到90%甚至更高 也就是说透过适性的学习 其实他就在他就近的这个学校就去念 这个是应该多数的学生都settle了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 那当然有一些学生 对自己有更高的一些期许 他希望去透过特色招生 去参与这些特色招生的时候 那其实如果真的是考得不理想的话 没有办法 其实他原来的那个名额也还是在那里 还是我们会在一个共同的一个平台 我想这是一个choice 我就帮几个家长跟很多的老师问几个问题了 比较务实一点 你讲的太理论了 真的 第一个 有没有学区制 到底现在家长要不要去明星高中 附近买房子 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学区 其实像基北区好了 还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是对于非社区的高中的这个基本的思考 还是希望究竟入学这件事情 至少不用 不是不是不采不计分的方式了 也就是说 你讲的就是究竟入学 对 我们希望基本上是究竟入学 可是对于这些明星高中 如果特别来看的时候呢 我想他的究竟的这个概念 在这个时候 他的计分是我们是不采计的 好的 所以也避免就是说大家 好 那在校成绩要不要算进去 在校成绩 我想大的原则我们也不采计 好 至少学科的成绩不采 会不会有另外的会考出现 现在其实是有 有规划是有会考的 这个会考 他的基本概念 事实上 一个是当然也是了解 就是说我们在三年的 在国中三年的学习 他的学习的成效 对于要一定的 你要讲要有会考 所以有会考 会考我们会 那在校的社团 志工服务会不会记录 这个会 这个从一个比较多元学习的 这个概念来看 我们有大概十几项啊 会去列入这个参考 只要一列入记录参考 张明文 师长做过教育局长 一旦列入参考 家长就会开始揣摩 孩子就开始增加负担 部长 真的 你的孩子 现在正好要面临这个阶段 对 将心比心 我相信 你的孩子如果念得好 你这个家长做得好 部长一定做得好 好不好 一起为孩子加油 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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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